在娱乐圈,肖战的名字总是能引起大家的讨论,最近因为耳机的搞笑事更是成了网友们的焦点,黄爵老师在社交媒体上调侃肖战,说他耳朵里好像藏着一个耳机展览馆,真是让人忍不住笑。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耳机大户的音乐故事,看看他和黄爵之间有趣的互动,以及这可能带来的影响。 提到肖战,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他的音乐才华和影视作品,但你知道吗?他在剧组的耳机收藏也是个亮点。 黄爵在微博上分享了肖战在拍摄间隙总是挂着各种耳机的趣事,从复古有限到最新款无限降噪,简直是耳机界的收藏家。 想象一下,阳光明媚的午后肖战坐在剧组一角,耳机里传来动人的旋律,仿佛与外界隔绝。 只和音乐对话,这画面是不是很让人心动? 黄爵还调侃说,肖战这是要把耳机店搬进剧组啊,这话一点不夸张。 肖战对音乐的热爱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。 每款耳机都承载着他不同的音乐心情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下次是不是该开个耳机分享会了? 这不仅展现了肖战的音乐品味,也让大家对他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黄爵老师的调侃不仅是玩笑,更是对肖战的赞赏。 作为娱乐圈的老戏骨,黄爵对肖战的关注可见一斑。 他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肖战时,总是带着一丝宠溺的语气,像个长辈在夸赞自己的孩子。 这种互动不仅拉近了两人的距离,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一种温暖的氛围。 网友们看到黄爵的调侃后,纷纷表示,黄老师,您这是被肖战的音乐魅力彻底征服了吗? 这不仅是对黄爵的调侃,更是对肖战魅力的认可。 肖战的音乐才华和个人魅力在这次互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,让人不禁期待他未来的作品。 提到肖战不能不提他的带播作品《藏海传》,黄爵的调侃让这部剧的期待值瞬间爆表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肖战演无邪,这角色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 在这部剧中,肖战将挑战一个充满冒险与神秘的角色,而他的音乐热情无疑为他的表演增添了更多的层次感。 肖战在剧组的音乐们与角色塑造交织在一起,使得他在演绎无邪时更加游刃有余。 想象一下肖战在拍摄时一边戴着耳机,听着这样的音乐心中默默构建着角色的内心世界。 这样的画面简直太美好了,这不仅是对角色的深刻理解,更是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。 除了音乐和影视,肖战在时尚界的表现也不容小觑,他最近登上了L金九分面,并成为2024年五大唯一男星。 这一成就让他在时尚圈的地位愈发巩固,网友们纷纷转发庆祝。 肖战,你就是行走的时尚icon,这不仅是对他外貌的认可,更是对他在时尚领域影响力的肯定。 肖战的时尚表现与他对音乐的热爱形成了鲜明对比。 展现了他多面的人格魅力。 无论是耳机收藏还是时尚造型,肖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。 肖战的多面魅力不仅让他在粉丝中积累了大量的人气,也引发了一些争议。 有网友认为他过于完美,仿佛不食人间烟火。 也有人觉得他真是接地气,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 这种不同的看法反映了肖战在公众心中的独特地位。 在黄爵的调侃和支持下,肖战的形象更加立体,吸引了更多观众的关注。 作为一位年轻的明星,肖战不仅要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, 还要在自己的艺术追求与公众形象之间找到平衡。 这样的挑战无疑为他的职业生涯增添了更多的色彩。 肖战与黄爵的互动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肖战对音乐的热爱, 也让我们感受到娱乐圈中温暖的人际关系。 无论是耳机收藏还是即将播出的《藏海传》, 肖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